水寮公園 刚刚九屈塘是因为很多水塘叫做九屈塘 那我知道了 这里一定是因为有很多水才会叫做水寮公园对不对 很可惜不对哦 水寮公园的旧地名叫做五水寮 在日治时期由于这里缺水 所以才会叫做五水寮 国民政府来台之后开始做基础建设 供水情形才开始改善 附近比较有特色的是义民爷祭典传说 在义民爷的祭拜期间 村民都不会给乞丐任何东西哦 是因为乞丐脏脏的才不给他们东西吗 这是有典故的 传说在清朝乾隆年间 林爽文起兵 南部有个叫庄大田的人也跟着起兵 带着他的人马围攻凤山县城 在万丹广安这个地方 也就是现在的屏东县 有一位名叫徐仰仁的吴举人 联合五水寮附近六个村庄的一千多人 赶去救援献城 而庄大田因为有乞丐向他通风报信 在半路埋伏 前往救援的一千人当中阵亡了两百多人 重伤五百多人 后来阵亡的义民都受到官厅的表扬 在各村庄内每年轮流一次击败义民爷 由于是因为乞丐通风报信 才造成这么大的伤亡 所以在击败期间 村民都不会给乞丐任何的东西 原来还有这样一段故事啊 果然跟哥哥出来玩是对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